足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英国的喜剧片将是肖恩 肖恩生活在伦敦郊外的一个宁静祥和的小镇 是一家电器行的收费员 他有个叫艾德的发小 两人几乎是形影不理 甚至于肖恩跟女朋友金发妹约会也得让艾德跟着 艾德是一个胖子也是一个废物 干啥不行吃啥不剩 整天游手好钱啥活也不干 肖恩身边的朋友包括他女朋友金发妹都一直在劝 赶快离开那个死胖 可肖恩偏不也不知道艾德身上有什么东西那么吸引他 对于和肖恩目前的现状金发妹非常的不满 跟肖恩谈了好几年的恋爱 没有惊喜也没有浪漫 如果肖恩再不做出改变 他就准备撂涛子不干了 为了弥补对金发妹的亏欠 肖恩答应第二天晚上在海鲜餐馆跟金发妹共进晚餐 肖恩和胖子还有大学同学炮辉哥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这胖子不仅整天不干活 还把家里霍霍的不撑像 炮辉哥早就看不惯了 一直催促着肖恩把胖子捡走 炮辉哥说既然你也不上班 那就把家里的卫生打扫一下 帮着接接电话上 狗会看家护院猪也有自己的风险 千万不要做一个连猪狗都不住的人 出门之后肖恩照例来到了附近的小超市 看到报纸上有一篇新闻 说最近出现了一种神秘的病毒 已经造成了大面积平民的死亡 马上30岁的肖恩除了资格老一点 在工作上也没什么建树 年轻的同事们对这位老前辈也不尊重 肖恩正在向客户介绍产品的时候 他的肌父王大白来到上面 肖恩跟王大白的关系不是很好 虽然他妈咪跟王大白已经结婚17年 但肖恩从来不承认王大白是他爹 王大白这次来的目的 是提醒肖恩不要忘了第二天 去看望他妈咪的事 两个月一次的探望 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了 下班之后肖恩来到花店 准备为妈咪买一束鲜花 此时接上已经开始有降生出现了 不过还只是一些散病游泳 没有行政器 由于肖恩忘了在海鲜餐馆订位子 因此金发妹认为肖恩这人靠不住 毅然决然的提出了分手 晚上肖恩到温彻斯特酒吧借酒标筹 胖子说天涯何处无放草 这可不行咱再找 就凭你这形象气质 将来肯定会预见比金发妹更好 第二天那一早 肖恩出门到附近的超市 平时喧闹的街上 此时却显得异常的宁静 由于这哥们满脑子都是金发妹 因此根本就没发现那些正在沉沉的僵尸 直到电视上播出新闻 他才觉得有点不对劲 而就在这个时候 胖子发现院子里有情况 哥俩出门一看呢 发现女僵尸小甜甜正在思考人生 看小甜甜背影胸大吞脚 可以转头却是一脸的问号 看着面前的这两个大活人 小甜甜带着十万个为什么 扑向了肖恩和胖 哥俩急忙跑回屋打电话报警 可此时谁的电话也打不通 两人正在屋里看新闻的时候 一位僵尸突然不请自来 当时就把哥俩给吓尿 按照电视上介绍的方法 肖恩和胖子成功的干掉了大吐瓢和小甜甜两位僵尸 这个时候肖恩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妈咪 他急忙打电话过去 得知他继父王大白被咬 不过目前情况还算稳定 肖恩和胖子经过周密的计划 决定先去老妈家把王大白给干掉 然后带着老妈和金发妹到温彻斯的酒吧拼乱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室友已经变成僵尸的炮灰哥突然出现 两人一看大事不好 开着炮灰哥的射酒包 来到老妈家之后 肖恩刚打算把他继父王大白干掉 突然发现王大白根本就不是被僵尸咬了 肖恩挖空心思想挑拨他老妈和继父的关系 可他老妈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几个人出门刚准备离开 突然遭到了僵尸的袭击 王大白很不幸的被僵尸咬了一口 四个人一看实力悬出太大 无心恋战的 急忙开着车抢往金发妹家 本来金发妹不想跟肖恩走 可眼瞅着形势越来越严重 加上肖恩添幽加速的忽悠 最后不得不和闺蜜龙套妹 被抬小眼睛随着肖恩一起杀了出去 在前往温撤斯的酒吧的途中 王大白终于扛不住变成了僵尸了 一帮人扔下王大白顺着小路前往酒吧 途中他们遇到了另一波漏网之鱼 夫妻本是同里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 为了保命 华盛显然已经把福尔摩子里抛弃 双方寒暄了一会儿便分道营标了 为了能突破僵尸的封锁线 一帮人假扮僵尸来到了酒吧门口 为了保护其他人能顺利的进入酒吧 肖恩主动把僵尸给引开 几个人进入酒吧之后 等了二十分钟还不见肖恩回来 小眼镜这个人的嫉妒心比较强 当初他追了金发妹很久都不应该得手 最后被肖恩给划了走了 他这心里能不来气 此时此刻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肖恩能够被僵尸给吃的 因此在大家伙面前说了不少肖恩的坏话 当这哥们正发飙的时候 肖恩终于回来了 初肯定是输不去了 一帮人坐在酒吧里大眼瞪小眼 一边牵扯在一边等着奇迹的出现 所有的电视台都已经打烊了 外面到底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 僵尸们围在酒吧的周围 准备来一场吃酒战 等这帮人淡尽粮绝出来找食物的时候 在一拥而上把他们给密集了 要说这胖子真是成事不足外出一股鱼 冷不丁把游戏机里打开了 光快的音乐一出来 外面的僵尸都不淡尽 已经变成僵尸的酒吧老板 也从阴暗的角落里窜了窜 紧接着酒吧里全乱了套 几个人七手八脚 总算把酒吧老板给摆平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金发妹发现肖恩的老妈被僵尸咬 而与此同时 僵尸们吹响了总共的生风号 娘俩相互说了一些煽情的话之后 肖恩的老妈变成了僵尸 肖恩一看这情况 只好一枪把她老妈给毙 紧接着小眼镜不幸被僵尸们给吃 龙套妹的戏份也顺理杀了清 房前被供破了 僵尸们乌泱乌泱的冲进了酒吧 混战中胖子不幸被僵尸咬 肖恩和金发妹 还有身负重伤的胖子 退守到了酒吧的爹时 经过这一场劫难呢 肖恩和金发妹 化干戈为玉国无所言和 胖子显然已经不行了 肖恩和金发妹 向胖子道了声珍重 然后坐着升降机来到了外边 当这二位准备跟僵尸们玩命的时候 救援部队杀到 经过一场惨烈的枪战 手无寸体的僵尸们全都领了好盘 经过长达六个月的僵尸大战 有关部门终于把僵尸们给驯服了 并且给那些愿意自食其力的僵尸 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不用发工资 还不用管饭 大大节约的资源 要说肖恩这人真是一搏云天 胖子都变成僵尸了 仍然不离不齐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惹唐尸一样 僵尸都是家中老 工作生活少不了 不拿工资不吃饭 这种劳力上哪找